親愛的蘇院長 辛苦的蘇院長 真的很辛苦 台灣人有幾位說 做得老冬 風險得老爛 艱苑年度例行巡查 蘇院長的委屈 陳院長趁這時好好秀秀 源自美麗島事件辯護之恩 角色互換為了這件事 今天我們把最漂亮的平和公路 完成的交給大家 讓台灣更美 直數百里 塞車也百里 平和公路施工 差一點傷及縣長選情 年度施政回顧 蘇貞昌召集內閣首長 向監委報告也深自檢討 在蔡總統領導下 各位委員的監督舉證下 國家 國人的支持 一步一步的向前進 不過 沒有一百分的政府 我們是有很多還做得不夠好 還不足的地方 從選舉的結果 看到選民選票的反應 我們也深策檢討 知道還要更努力做更好 內閣換血暫時拋出腦後 蘇奎使言帶著公務團隊 繼續向前衝 前提是沒人扯後腿 公務人員三十五萬 難免有敗類有不孝 但絕大多數他們真的是用心用力 到底誰是害群之馬 蘇貞昌語出驚人 倒是他全場最淡定 對於相關威權統治時期 不法行為被害者全力回復基金會 在明年一月來正式的成立 或許業務不相關 又或許是氣氛太暖和 衛福部長薛瑞元忍不住閉目養神 換成蘇貞一時分神 向監任上下介紹部會首長 唯獨提到薛瑞元一時卡卡 面對郭董指責滅火的 似乎心有芥蒂 挨罵的心也累 靜新聞因為風伯風猜不動